这一年来无论在哪里 都有人问我说什么是社会企业 那我相信很多人一样 都是跟我都很好奇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大家都有看过报告 然后呢我也看到各地的朋友们 包含我们台湾很多热心的朋友们 都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啊报告啊 很多书面的分析啊 学者的论文啊所有这些 但是呢后来我看一看就觉得说 与其是这样子完全从自理行间去探讨一个定义啊 不如就是实际到现场 去跟在经营社会企业的朋友们进行对话 问问看这些实际做创新的朋友们 自己怎么看社会企业 怎么样做经营 我们想要知道社会企业是什么 我们就要先知道社会企业面临的问题 以及他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我们如果一直待在台北的话 永远能够看到的就是台北的社会 跟台北的社会问题 从六月开始 我们就和各个部会负责社会企业的朋友们 一起前往 包含台中啊高雄啊花联啊 各个不同的地方跟在地第一线的社会企业进行座谈 我们希望搜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协助社会企业发展得更好 在过程里面我就认识了许多在台湾各个角落 默默打拼的社会企业 跟台湾社会企业的朋友交流之后 我发现有些社会企业呢 是在智力上面创新 致力于发展团结经济 有一些呢是着重于环境的友善 循环的经济 也有一些社系的创新方向 是运用新形态的商业模式 来达成社会使命 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企业 都有自己与社会不同的连结 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呢 只要怀有社会使命 运用市场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 就是社会企业 在入阁之初 我给自己的期许 是做公仆的公仆 而现在 我也是社会企业的公仆 我是唐凤 我无论身在何方 都和社会企业 一起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②